夏可夕 冬长 夏可夕 夏可夕 江湖浪 多少红尘、英雄、锋芒 雪山、延远、有孤狂 热热闹闹唱了榜 年载不拒要跳进 山水自顾有蚊帐 你说风浪险 落子长夜暗就像 少年有般叮叮当 大侠初诗未寻扬 一剑条红雪 一情生日常 岁月弹指风落花 下颗岛 常人人去无回望 天生天沙不冷场 下颗心 天地伴随英雄唱 下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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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件事情 也是因玉儿而起的 所以雪山派才会大乱 他们也受了不少的苦头 算了吧 我们还是去找玉儿要紧 好吧 我也不跟他们计较了 走 二位请留步 你们还想怎样 是这样的 留着二位是想请二位帮个忙 有话请讲 阿秀 今天奶奶更觉得 这个傻小子不错 我看大粽子 对石青夫妻感情至深 所以正好请他们夫妻两个人 帮你们做个见证 还有当着你爹的面 大粽子 我正式把阿秀托付给你了 婆婆 我 你不要再推三组四了 原本我就没打算 把阿秀许配给你 如果不是我娘做主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心里啊 还想着那个丁不三的孙女 叫什么叮叮当当 对吗 婆婆 我 婆婆 我对丁当啊 是感激之情 可是我对阿秀 我对阿秀却全然不同 当我在岛上找不到她的时候 我心机如焚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直到在客栈 我见到她 便再也不想跟她分开 婆婆 我对阿秀啊 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 想跟她在一起的 我想守护她 爱护她 跟她在一起 你还不快起来 地上不凉啊 真是 我说呀 老疯子 健儿 这孩子啊 嘴很笨的 今天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也足见她是真心真意了 对吧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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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句话深得我心 深得我心哪 想不到 在这么多变故之中 还能说出这些仁义之词 还跟阿秀姑娘两情相悦 是 师妹 这也不是一件美事啊 只怕她太老实了 会被人欺负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阿秀姑娘 之前的事情 就当过去了 以后 你要好好对待 这个镯子 就算我们夫妇二人 替我们的义子 给你下的聘礼 什么时候 能看到我们的玉儿 也有这一天啊 总有这一天啊 傻小子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的 拜见你未来的岳丈大人 还有爷爷 快点去啊 爷爷 拜见岳父大人 好 起来吧 记住啊 以后要好好对阿秀吃的吗 嗯 哈哈哈 他说你在那儿是真实的 你还不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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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 看看 是天忆道長 你看 你看 天忆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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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長 天忆道長 停停停停 这位客官 您里面请 客官 您要点什么 我等个朋友 什么好就好菜 马上上来 好嘞 您稍等 芙蓉不及美人装 水电风来 朱翠香 天一道长 天一道长 我在这儿等了你大半个月了 救命啊 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不可泄露啊 天一道长 麻烦你了 纸条活路给我吧 在下必定莫尺难忘啊 你得罪了黑白双剑 你以为你有好日子过吗 哦 这个 这个是我的小小意思 希望你能帮我逢兄化吉 人在江湖上混的 肯定要犯点小错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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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你我是兄弟 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刚好黑白双剑呢 和他的公子就在我的府上 是吗 是啊 自从玄宿山庄烧了之后呢 黑白双剑不想过问江湖上的事情 就跟他的公子呢 寄住在我的府上 每天呢 喝酒 饮食 哎呀 好不快活呀 你的事啊 那就是小事情嘛 我跟他说一下 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肯定就没什么事了 不过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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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 不 不过什么 不过你要改名换姓 远走他乡 要不然 他听到你的名字 会不开心的 哎呀 谢谢你啊 天一道长 我一定以你的吩咐去办 哎呀 哎呀 谢谢谢谢 太谢谢了 天一道长 哎呀 谢谢谢谢 傻子 真是个傻子 傻子才会听他的 哎呀 哎 哎小姑娘 你别乱说话好不好啊 要不然的话 有时温柔 你说这黑白双剑 现在在你的府中 还和十公子 吟师作对 黑白双剑就在府上 你随便乱说话 他们会生气的 那 你可知姑奶奶是谁啊 哎呦 那姑奶奶你是谁啊 知道你的方明的话 我三生有幸啊 我呸 天一道长 他知晓天下事 武功高强 哪像你这个怂包啊 我今天一定要替他 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胡说八道 怎么样啊 江湖骗子 死没死啊 你敢打我 死死 三天之后 你老公就会死 好啊 你还敢骂我 你去死 谁死啊 你死 让你骂我 死不死啊 臭娘们儿 还在骂我 臭娘们儿 死丫头 给你来点酱油好不好啊 让你骂我 让你变红烧猪头 让你骂我 我找你一辈子驾不出去 我再给你来点辣椒粉 让你变麻辣猪头 嘟嘟嘟 全撒上辣椒了 那让你再骂我 让你再骂我 你来时一定是个猪 一辈子驾不出去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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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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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补三 有个好孙女儿啊 武功高强 行侠仗义 好 你认识我啊 哼哼 你还认识我爷爷 喂 你到底谁啊 姑娘 恕我直言 如果你想救十公子的话 你爷爷去恐怕不行 哼 你怎么知道的 哼 你给我好好说说 哼 您跟我说说 我爷爷 他为什么打不过贝海石啊 丁补三跟贝海石打 丁补三肯定厉害 但 常乐帮弟子众多 他双拳难敌重手啊 那怎么办啊 哎 那我们偷袭他还不成吗 哼哼 那 那怎么办啊 天机不可泄了 哎 喂 你都说了一半了 你怎么不说了呀 哎呀 你就告诉我吧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哼 你知道 贝海石有个师父叫谢燕客吧 他就住在摩天陵 但是现在他很少跟人来往 你去找他恐怕不行 但是你用计谋去刺激他 可能有奇效 用计谋刺激他 喂 喂 你到底谁啊 谢燕客初一十五都到镇上去 你慢慢找他吧 初一十五啊 初一十五 哎 喂 你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大粽子 你快看 那些梅花都是我亲自种的 你说这些梅花长得都差不多 就像我和石中玉一样 你是怎么分出来的 因为我们心意相通啊 所以我随便一撇就能分辨得出来 你能分得清楚 这两朵梅花的区别吗 我这么笨 肯定分辨不出来的 你再仔细看一看 你看看这朵和这朵梅花 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啊 其实呢 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梅花 都是我们想象的 就像你跟石中玉 虽然你们长得容貌很像 但是品行 各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 你真讨厌 我让你看梅花 你看我干什么 我是在想 我这一去侠客岛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 我 你怎么了 其实我想说啊 让你找个好人家 可是我又舍不得你嫁人 就没说出口 大粽子 在我心里面 你是天底下最厉害的英雄 比我爷爷还厉害 你心地那么好 吉人自有天相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嗯 哦啊 他怎么走这么快啊 雪山派的各位先辈 列祖列宗在上 在下雪山派先任掌门 白自在的夫人石小翠 再次拜见各位 我祈求你们保佑我雪山派 刚刚躲过一劫 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我祈求你们 保佑我的夫君白自在平安 保佑她 休要再胡闹 我祈求你们 让我去侠客岛 我去了 可以把大粽子够杂种带回来 因为阿秀 我不要她做寡妇 我祈求你们 保佑我们 我祈求你们 我们公子把你活摆 当心你活摆 你要把你活摆 你活摆 快点去 我活摆了 你活摆了 那是什么 林安邃 这个实地摆了 你活摆了 干爹干娘 你们怎么来了 来 请坐 请坐 我们夫妻打算 护送你到侠阁岛 干爹 你们可不能去 太危险了 你对我们的情谊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报答你 所以这些人 就算冒死 也要保你周全 护送你到侠阁岛 孩子 你敢用你的命 换我们育儿的命 现在 又认了我们做干爹干娘 作为你的亲人 我们就只有这个心愿了 干爹干娘 想必你们二位 也见到我大哥二哥了吧 他们都不是什么 大奸大恶之人 这侠阁岛 有什么危险的 你不知道吗 几十年过去了 上了侠阁岛的人 至今没有活着回来的 可是你们还没有 找到十兄弟 我已经答应阿秀 我会活着回来的 现在离上岛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打算 找到育儿之后 然后再回来找你 干爹干娘 如果你们一定要 跟着我上侠阁岛 那这岛我不上了 你们不知道 十兄弟 能有你们这样的爹娘 我 我有多羡慕 现在好不容易 大家化解了误会 在一块儿了 我有多高兴啊 虽然我没有找到我娘 可是我现在 有了干爹干娘 还有了十兄弟 我现在是 最幸福的人了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请你们帮我照顾阿秀 是 这事当然 我们已经把阿秀 看成自己的儿人媳妇了 就让我们 送你到南海之边吧 嗯 来来来 茶来了 这个贝海石啊 在这儿是什么坏事都干 他无恶不做 太可恶了 是啊 太可恶了 做了多少坏事 是啊 虽然啊 这个贝海石 他作恶多端 但是 他有一手好功夫 所以啊 这江湖上 有很多人 都很恨他 但是啊 却奈何不了他 可是啊 只要提到一个人 那他呀 真是闻风丧胆 怕得要死呢 这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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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就是摩天涯上的 谢烟客 摩天涯 摩天涯 这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摩天涯这么多 那怎么可能 有人住在上面呢 就是 除非是天上的神仙 咱们常人 是用这个卖式 对嘛 对啊 这个大侠 他比神仙老二 还要厉害三分 我听说啊 他眼如同龄 鼻如玄胆 头发倒立 我还听说啊 他一顿饭 能吃十几碗 吃十几只鸭 十几只鸡 他自己 还能喝十几坛的酒呢 我还听说啊 他力大如牛 一只手指头 就能顶起一架牛车 一口气 就能推倒一堵墙 我还听说啊 他的秦宫 那更是了得 摩天涯知道吧 那上面的峭壁 他蹭蹭蹭 半炷香的时间 就上去了 这是什么 什么人见的 什么人见的 你们肯定听说过 几年前 西安的那个贪官 胡锡言那狗儿 一家十几口的命啊 哼 就是他干的 哎呀 哎呀姑娘啊 你逗我们开心哪 这天底下 哪有这种人哪 是啊 不可可 不可惜啊那个 胡锡言 这个事我倒是听说过 那照这样说的话 这姓谢的应该是个 行侠仗义的大好人哪 怎么会收了姓贝的那样的徒弟呢 就是嘛 说不定 这说不定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呗 哎 功夫虽然很好 但是 看人的眼光 就不怎么样啊 哦 哎 不过没关系 我听说啊 前段时间 他倒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人啊 英俊潇洒 功夫了得 绝对是有为的年轻人 哎呦 这是谁啊 是 是 他呀 他就是常乐邦的石帮主 常乐邦 常乐邦作恶多端 他这徒弟又和贝海石混在一起 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吧 哎 都是一样的 哎哎哎哎 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了吧 嗯 怎么了 你们这就不知道了 我听说啊 这石帮主 就是为了专门要惩治贝海石 所以啊 才潜入了常乐邦啊 啊 啊 这 只可惜啊 啊 可惜什么呀 是啊 可惜那贝海石 石穿了他的计谋 用奸计 把他关在了大牢里 啊 你说 这大好的年轻人 哎呀 就这样丧命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血炎客啊 他连自己的徒弟都不救 他枉为大侠呀 是啊 agora 这么了什么大侠 哈哈哈 谁呀 娘 娘 我带了鸡汤过来 你也应该好好补一补了 放着吧 金儿 正好啊 娘也要向你交代些事情 坐 娘 让我去侠客岛吧 这 说什么呢 你又不是帮主 你为什么要去侠客岛 你可以把帮主之位传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拿着令牌 上侠客岛了 就你那功夫 就算是你拿到了侠客令 仗三里次也不会让你上岛的 娘 孩儿的武功虽然不佳 屡战屡败 丢了你跟爹的脸 然后我又为了雪山牌 把爹关到牢里 现在我在看着你 你上侠客岛 以后我就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 以后我还怎么有尊严 再待在雪山派 我说你 武功不幸没关系 可以再练 但是你要想想 阿秀已经没有娘了 他不能没有你这个爹 我那老疯子 也不能没有你这个儿子 这样算来雪山派 只有娘是个大闲人 娘去了就可以让你们三室同堂 明白吗 大孩不能没有娘 你就让我去吧 孩子 你不能去 你要掌管雪山派 你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我顶不住 你 你是我石晓翠的儿子吗 我石晓翠的儿子就应当做一个想当当的人物 这件事情就这样办了 否则 就不要认我这个娘了 娘 可是 你真的不要认我吗 出去 出去 是 知道了 娘 雪山派的贱务者 我去侠客岛 你就放心 我去 说 你用言语来刺激我 用意何在 谢伯伯 你一定要救狗杂种 狗杂种 是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他既然已经离开了摩天涯 那只能自求多福了 不过 看在他的面子上面 你今天说的话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谢伯伯 停 丁不三 丁不四 是你什么人 他们呀 都是我爷爷喽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我爷爷他虽然武功高强 可是他也打不过你的弟子啊 全天下 能够对抗贝海时的 就只有你了 所以谢大侠 我求求你了 人各有命 我谢某不管闲事了 这怎么算是管闲事呢 我之前在小酒馆 是吹过牛 可是那狗杂种 确实跟你学过武功 他也算是你半个弟子啊 那个被海时伤了你的心 他现在又要杀你的弟子 这事你不管谁管啊 你不用说了 你 谢伯伯 你一定要救他 不然江湖上的人会说 你是为了玄铁令 所以才不救他 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 你可不能做这样的小人啊 胡说 我谢某 岂会是这种小人 那这么说 你就是答应救他了 我就知道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 叮当给你磕头了 你 你 停 停 你起来 你这么为他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 我是他 我是狗杂中的妻子 他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就只有你对他最好 妻子 他娘的狗杂中也有妻子 这是天下奇闻 天下奇闻哪 好大的牌畅啊 他以为 他是谁啊 弟子被害时 令长勒帮众帮众 在此叩见恩师 愿恩师福寿双全 喜乐无极 福寿双全 喜乐无极 喜乐无极 你不盼我死就很好了 起来吧 起来吧 谢恩师 师父今天前来 所为何事啊 以前的仗 我今天就不跟你算了 勾砸中了 把人给我 师父 我们帮主身体不适 等一下徒弟先问问 可不可以见师父 不如师父到大堂那边坐坐 大厅我就不进了 怕弄脏了我的鞋 今天我不会杀你的 把人交给我 师父 你这么讲 徒弟实在心有不安 师帮主是我们的帮主 为何师父要让我交人呢 姓贝的 你有什么心不安的 说话要凭良心 你绑了他 不就是为了让他去侠客岛 喝一碗腊八粥吗 好抵了你们这些人的命 丁姑娘 说话得小心了 这是常乐帮 不是你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我没喇叭粥给你们吃 再不交人 常乐帮就没了 慢 请师父手下留情 师父 徒弟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了师父 请师父不要生气 弟子愿意领罪 你们听着 我被害时 自幼蒙师父收留 情同父子 今天为了时帮主 得罪了师父 就算师父今天打死我 也是清理门户 跟你们无关 我这么做 对得起常乐帮的兄弟 对得起江湖道义 也不汪费师父 一片苦心 你 北海师 你 你简直就是一个贪生怕死 你 你还要脸吗 师父 弟子这么做 也是情非得已 那你到底是放人 还是不放啊 请师帮主 是 是 师帮主 请吧 你让我去哪儿啊 师帮主 这是有人来看你了 二位兄弟 我问你们啊 是不是有两位 穿着黑白衣服的大侠 透露一下嘛 放开 怎么样 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叮当 你呢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快去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你会强化了 不杂种 你好吗 我挺好的啊 走 走 那 那疯子 你要干什么 我 难道你想偷偷跑 让我当寡妇吗 小翠啊 你别太固执了 我是天下敌意啊 难道怕侠客岛吗 我告诉你 我要去侠客岛 除非你打赢我 你还是乖乖呆在灵霄城 侠客岛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不行 我告诉你 我的金屋岛法 刻雪山剑法 除非你打赢我 要不然的话 我去侠客岛 你这样最有何苦呢 小翠 我们几十年的福气了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去侠客岛 你们留下 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嗯 老疯子 你看看你 连衣服都不会叠 你让我怎么放心 小翠啊 你太固执了 你看你都一把年纪了 你的脾气怎么跟小孩一样 我就是小孩子 都是你惯的 老疯子 我这次下山这么久 我才真正知道了 你对我最好 你宠我 惯着我 惦记着我 惦记着我 你看 你的头发 都白了 虽然我心里很痛 但是 知道了你的心 我真的很高兴 你知道吗 万剑已经是大人了 雪山派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交给他做了 你老了 我也老了 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一天比一天少了 我就想陪着你 在你身边 你让我去吧 但是 有些时候 应该男人去做 就算你武功再高 但是江湖上 是不会认同的 上来好多事情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吧 求求你了 好吧好吧 没想到是谢老前辈救了我 多谢老前辈 够杂种 怎么你现在变得油头粉面呢 那个劳病鬼 给你吃了什么药啊 在摩天涯的时候 你的内功是很深的 怎么现在都没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伯伯 其实玉哥 他一向如此的 玉哥 老伯伯 这病老鬼啊 不知道给我吃了什么 我的功力就都没了 我这名字也是那病老鬼 给我取的 他说 常乐帮是江湖大帮 不能让一个叫狗杂种的 做帮主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改了这个名字了 是是是 那个叛徒现在变得那么高明嘛 可以把至阴至阳的两种内功 调理平顺 他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药 我 我也不知道 老伯伯 你之前 答应我的玄铁令的事 还算不算数啊 我的玄铁令 确实在你手里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 邪某必然是一诺无辞 老伯伯 我确实有一个事想求你 我想啊 这整个武林之中 也只有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了 你想要我办什么事情 我想你跟我到雪山派走一趟 雪山派 你知道的 我跟雪山派积怨已深 我想你帮我 杀了你帮王八蛋 雪山派 你的要求居然只是 要剿灭一个雪山派 没有问题 谢某现在就去 狗杂种 我们才分开一段时间 你怎么会变得那么心肯手辣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老伯伯 你说的话都算数吧 当然算数 不过 你可别耍花样 不然我一掌打死你 我 谢伯伯 他在你面前 怎么敢耍花样呢 那就好 走 走 我想你啊 还是不要共去雪山派了 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你好在山下救我 那我在山下 我怎么知道 你在山上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笨哪 雪山派上面那么多弟子 肯定会有走路风声的 这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别忘了自己是狗杂种 知道吗 狗杂种 来了 我走了 喂 小心啊 你来我们雪山派干什么 你说 黑白双剑在哪儿 我寻寻觅觅觅 找似暮想的故乡 我寻寻觅觅 找似暮想的故乡 不知不觉 身边有了善良的姑娘 懵懂的少年 一缕一缕的阳光 你说我笑一江一湖的过往 你说我笑一江一湖的过往 你谁的容颜也比不上 放影暗响 谁的背影有着冷静的惆怅 我天涯风 烈烈落叶的飘扬 鸟语花响也有一人冰暖的梳妆 顺风流淋 江湖刺骨 探心回肠 有缘有为奔随凌冽的剑影的歌 繁华盛世 开心不是热闹一场 谁的眼中 会有闪烁无语的泪光 幸福又安 有人生般的道路最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